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我也是这个角龙是直接是应该是瞄了 这我也是觉得这个我们的装备可能是有点吃不住了 因为毕竟我这个是直接应该是新手套装 这新手套装防御只有一点实在是实在是就是撑撑不住了 这样最后一期呢是换上一个这个 这么可以看这应该是这个 我记得在这个PSP上这应该是叫这个金属套装吧 还是叫这个合金套装啊 就是直接可以在这个可以在商人那直接是可以购买 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1500还是3000块钱一架 呃这个我觉得下位就是这个村下位啊 用这一套装备是完全够用了 我当时也就是这么这么打上来了就是先这个新手套装 然后把这套装备打出来以后就可以直接是撑到上位 然后上位直接在做这个你喜欢的装备就可以了 所以这套装装我这个也是稍微进行一下配装 是配出了这个耐震 嗯是靠一个加4的这个耐震护服吧 应该是加4的耐震护服 然后再配上几个这个 嗯再配几个珠子 这个是完全够用 这个珠子我刚才也是特意看了一下 就是它是要求的材料都是下位的 嗯应该只是一些虫子和这个浅口吧 嗯所以也不是不是很难配 这个也是就现在我们这个装备就是完全是这个下位的等级 应该是不会出现这个就是装备这个等级压制的问题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嗯现在我们是准备打这个颜歌龙啊 颜歌龙上期我也是提过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棘手一直拐 主要原因是他这个体型比较大 这体型大就是导致有一些他这个攻击是不太好躲 而且有一些嗯像有一招他这个就是用那个用他这个嘴去夯逼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有时候出现的这个就是特别快快速 让那个恋人是不太好不太好防 而且这个被打中了呢还是会出现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身上着火的效果 这个效果你需要翻滚才能这个把它给抵消 啊也是比较要麻烦那件事吧 这样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我不知道这么走是不是最快路线 但是我已经走习惯了 嗯看这个颜歌龙颜歌龙还有一点难怎么难打呢 就是他的这个身上可以现在看现在他这个身上是是红色的 这个时候我们打他呢是不会弹刀 然后但是时间久了呢他只要是不在这个岩灯里 他这个身上和慢慢冷却啊冷却之后呢这个身体会变成这个深色 深色的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身上假如你斩位不足的话 他就会直接是出现这个弹刀现象 在刚才是一个这个钻力后直接是这个飞到天花板上 从天花板上是这个打 哎他是在比较远的地方会端了出来 这招呃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这个一路跑直线吧 就是一路加速跑直线有时候会这个哎 一路跑直线有时候会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追踪的关系吧 导致你这个直接是被呃怎么说就是被他这个被 应该是追到还是呃这个最好还是大家走一个就是拐一个弯 诶这个是又又飞人了这个 诶这个这样我们去拐一个弯这个看来是不是打我们不不还好 这个尾巴由于是这个哎呀 诶这个尾巴由于是这个哎呀 嘴巴的这个应该是四四连砸砸地 这个被砸到还是会这个威力应该不是太大吧 但是他这个主要麻烦的地方是会把那个猎人击飞 诶他又钻地这个老钻地就是比较比较麻烦吧 主要是钻地的时候我也是找不到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输出方式 诶这是一个这个前咬诶就是这招这个可以看我刚才是想翻滚但是是没有走开 诶他又天哪有完没完 看一下他是往那边去了这样我们是往这个相仿方向左地 好趁他端出来的时候我们吃一个这个吃一个药 呃由于我们是有耐震所以这个打呢还是比较比较舒服的 另外这个钻地这个往前砸呢 他这个身体是带攻击判定的 呃你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用这个长枪这个武器的话 比如说你防反这个防一下后呢 他会直接被这个第二下给打出一个硬直的 这是直接是怒了怒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 呃 诶 这个是比较一个突然的一个这个凿地 怒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这个防御方向是要尽量 这是打茶茶不要小心 不要被他带到 呃怒的时候要朝他这个头的方向防御 而不是这个朝着他这个身体防御 因为有时候我这个预见过就是朝 比如你在这个身体比较偏厚的位置 呃 不对是在他这个 这个铁然靠吧 这个头前面的管 或者是比较比较放这个安心一点 这个抬身下顶可以要走开 这招是攻击力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打凶 然后他怒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要朝这个要回头 回头朝他这个头防御 而要是朝熏毫力的话 就会直接中这个中央的猴 这是一个就需要一个注意的地方 然后现在他怒后倒是不怎么喜欢钻这个天花板 这是一个又一个四连杂嘛 这样我们是输出一下尾部 呃武器展位也是下降 这样我们是游走一下 哎 这是直接是出地图炮了 出地图炮的话我们就是要这个全力输出 假如在这个地图炮这个 就是他这个半个身体是在地底的情况下 我们要是有性能把它打出一个硬直的话 他会直接从这个就是土里面去摔出来 哎 这又是一个这个地图炮 哎 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直接是摔了出来 摔出来的话我们直接打这个尾部吧 刚才我没有打背部的这个原因呢 是这个这个魔刀魔法了 而且是站在这个 哎 我不知道想什么呢刚才 哎 这是一个这个龙车吧 这一个龙车 龙车也是需要提一点这个 他这个龙车是有这个 有很强一个追尾性的 这个追尾性是基本上 有时候呢 哎 这是居然是直接破掉了 这个地上这个火我刚才也是看见了 但是有一次在说话 所以是没有 没有反过来 嗯 他应该是现在是换区了 刚才我说这个龙车 这个龙车的追尾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强 在这个 尤其是在他怒的时候 怒的时候这个龙车 假如你是 就是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 你要是朝一个方向一直跑的话 呃 他经过这个方向修正 是会把你是也是给撞飞的 呃 你扩转呢 是就是直接飞铺 或者是拐一个弯 就是往这个反方向回避 呃 这个原理很像是就是 是很像二代里这个阎王龙的这个 一个就是 优质型这个龙车吧 跟那个比较像 就是你需要这个 而不是直接回避 而是需要拐一个弯 哎 这个我们是由于他这个杂地 是一个很好的输出机会 让我们多多打几下 呃 地上有个这个 这个节操啊 这个我记得之前也是有人说 这个问题 呃 因为这个 这一代呢 这一代他这个 地上的节操只是给的是钱 然后 而不是像这个 之前这个 比如说三代里面打 给他 给这个是精算点 所以我这个 由于只是钱的话 我都是不讲 因为现在我是 我们猎人是 其实上是不是很 不是缺钱 这个缺的还是素材 哎 真是怒了 哎 他直接是八地 八地的话这样 直接是小的一个 比较开头 我这个看一下 小地图 可能他是在那个 后边 这样继续打 他是这个 随便打点都可以了 这个看看能不能 给他打出来 没有打出来 不过还好 看一下他 哎 这个由于是这个 他的这个草食龙 被刚才挡住了 所以我们也是不知道 发生什么情况 他这个是一个 这个龙车是 描去了茶茶 又挖地了 这样还是要收刀 哎 看能不能把这个凶破了 哎 这只草食龙要龙车 龙车还要我们先躲开 好他就起来了 起来的话 继续这个 哎 就像这回是屁股冲了 哎 刚才这个 是这个 这个 相当于是铁山靠吧 这个 由于我们现在是有这个 速魔 我刚才也是没有意识到啊 这个 哎 像这种情况就是不知道 他是在这个龙车 卡洋吧 还是龙车我 所以直接想要飞破了 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然后这个应该是喷卡洋吧 我们有速魔 所以这个现在魔刀就是很 很随意了 随便只要是找一个 他攻击动革都可以拿出来 这个由于是他 还是继续这个 这个 这个地图炮 这样还是打一个胸部 他的胸部应该是这个 还是弱的 这个铁山靠 直接是 应用这个走位 哎 好了这样是直接胸部 哎 这个是这个 当然是我们喷刀了 哎 这样的话直接他就换区了 滚一下把这个 身上的火 扑灭 嗯 看这个时 已经是十分针了 这样我们再补一个 冷饮 冷饮是只有十分针的持续时间 不想是待会儿到这个 下一个区的时候 是再去临时的补啊 啊 这个区也看也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地图的颜色 是一个深红色 啊 这也是意味着 假如在这个区 我们这个冷饮 他会这个有一个加倍的消耗 也就是说 假如你在这里去战斗了五分钟的话 呃 远处那只猫 直接拿起来 被扛起一个大爆弹 哎 但是直接是被这个 被阎格龙一屁股做飞了 看看是能不能给打出一个硬直 但是很不怕没有打出来 但他又是直接是又飞出来了 又飞出来 我们继续打这个胸部 胸部应该是弱点 哎 看在这边那个 这个刚说这边这个胳膊还是没有破坏掉 这样 直接打一下 这是直接破胳膊 然后把这个尾巴上的这个 这个 林应该也是破掉了 这样继续是把这个腿 看看还有什么哪只腿可以击倒 呃 看来这个后腿 这个后腿还没有推倒过 这个由于是往前踪的这个位置比较大 哎 居然是直接打死了 然后 这个猫又是想对我们进行一个这个自杀式的这个爆弹袭击啊 但是 你还活着吗 他死了 嗯 地上这些节操 我依然是就是不讲了 现在还是以这个挖矿为主 因为那个节操主要是 就是龙他们掉的东西都是一些主要是卖钱的 所以我现在也不缺钱 所以我不搭矿 矿也是 我是很缺 嗯 像这个夏威的夏威的一个铁光石是很缺的 呃 还有一些 我这个 之前一直是穿采集装啊 现在是没了采集装采矿这个速度突然是有点不适应 呃 有点时间把这个节操减一下吧 但是 呃 一个元的硬币 这个应该是卖钱的吧 元硬币好像只卖50块钱还是 200块钱不知道 呃 不过减个总比这个有比没有好是吧 这样我们是看一下哇 这个好多的奖励啊 啊也是破了嘴 这个嘴应该是 哎 HR是提到95 嘴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破的 因为刚才我们是 碰都没有碰嘴啊 应该是卡洋曼和查查他们做的 可以说他们这个AI也是相当的高啊 他们应该是用这个弧线标 用回线标是把这个嘴是给破掉的 呃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片手剑这个 颜歌 颜歌呢 怎么说 虽然我之前说是很难逆之怪 但是我觉得 片手剑由于是 就是灵活性很高嘛 所以可能打起来也是很容易一些 啊 这样我去整一下装备一会儿呢 我换成双刀 让大家看这个双刀银歌龙 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嗯 嗯